我們來看多項式的系數核 多項式的系數核 首先多項式如果我們把它寫成 an s的n次方加上an-1 s的n-1次方再加上a1s 再加上a0 同學這裡是一個多項式 那如果題目今天要求的只有要求的是 所謂的常數項也就是a0 如果我們只要求a0的話 同學在這裡你可以思考看看 我們的s如果是帶多少進來的時候 這整個式子只會剩下我們所謂的a0 你可以思考一下應該是帶多少進來呢 應該是帶我們的0進來 當你把0帶進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裡是0 這裡是0 這裡也是0 只剩下誰 只剩下所謂的a0 再來考試非常常考的應該就是我們所謂的系數核 所謂的系數核應該就是這裡的a0加a1一直加到an 簡單來講 這樣所寫的就是它的系數核 同學你也可以再度思考一下 這裡應該是s帶多少進來 才會得到我們的所謂的系數核 好很簡單的應該是s帶1進來的話 你有發現這個s每個都是1的話 結果應該就是我們的系數核 好所以我們這裡應該要寫的叫做f1 有時候考試可能會考的是 從a1加到an 這時候你不要誤以為它就是所謂的系數核 因為它少了哪一個 少了a0 少了a0 所以同學你可以把這兩個式子做一個比較 這兩個式子一個是系數核一個是常數项 如果這兩個做相減的動作 你會發現它的a0就被消掉了 a0就被消掉了 所以如果考試從a1加到an 麻煩你把這兩個式子做一個相減的動作 好這就是我們所謂的系數核 好再來我們繼續往下看 我們來看到我們的是偶次向的系數核 偶次向的系數核應該是a0加a2加a4 這樣一直加下去 來這裡請同學注意 如果是偶次向的系數核 它的公式叫做相加除以2 相加除以2 那說好是哪一個相加除以2 簡單來講是f1加上f-1 這兩個相加除以2 那如果是偶次向的 來偶次向的話 應該就是a加a3加a5 一直加下去 這個應該叫做相減除以2 當然這邊應該幫同學做一個說明 好了我們先針對這兩個幫同學做一個說明 來首先我們可以把我們的f1把它寫出來 好題目這裡我們知道 我們這裡是f1跟f-1 相加除以2 這裡是相減除以2 所以我們先把f1以及f-1 先把它寫出來 好當你把這兩個字寫出來以後 同學你可以發現 如果把它做相加動作 來這個就變兩倍 這裡消掉 a1消掉 a2變兩倍 a3消掉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把它做一個相加動作 並且除以2 你會發現就只剩下一倍的a0 a2 a4 a6 簡單來講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偶次向的係數核 偶次向的係數核 好 那如果是機次向 應該是做相減除以2的動作 好如果你把相減以後 這裡的a0就會被消掉 那a1會變幾倍 變兩倍 然後在a2也消掉 a3也變兩倍 並且在除以2了以後 它就變成原來的 a1 a3 a5 點點點 這樣一直下去 好我們來看範例 來f1非時如果叫 s平方-s加1的 括號的三次方 它展開式當中 要問你常數項係數核 還有偶次項的係數核 好同學這裡 當然你不可能真正把它做一個展開 然後再去找它的常數項 簡單地講 你應該要了解是 我們的常數項到底是 s代多少進來的函數值 並且我們的係數核 應該也是s代多少進來的函數值 好了我們可以知道 第一個我們的常數項應該是 s代0進來 s代0進來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叫0的平方-0 再加1的三次方 等於1的三次方等於1 換句話說這裡請同學老老記住 如果是問常數項的話 應該是s代0進來 那如果是問所謂的係數核呢 應該又是代多少進來 來同學 這裡如果是代所謂的係數核的話 應該是s代1進來 s代1進來 當然這裡每個s都帶1進來以後 你可以得到的整理以後 叫1的三次方叫1 最後的是偶次項的係數核 來同學 偶次項的係數核 應該叫做相加除以2 哪兩個相架 應該就是我們的f1 跟f-1 這兩個做相加除以2的動作 所以你可以把它帶進來 並且化簡整理以後 就可以得到我們的偶次項的係數核 genuine 作詞 vero 可енным 非常… 夏至,… 加間我們 改正正院 案, 麻蒜 無論 在0 OME